現在果然防守中 郭靖倫 HBL女子組冠軍戰 由帶著本季十三連勝記錄的 有人高中 對以上在四強戰中 粉碎浦門高中三連霸夢想的南山高中 兩對手皆開打 陷入你來我往的追分戰 南山高中背號七號林奇 跳出來投出一季打板三分球 展現氣勢 接著手感持續發燙 不管切入拋球 或者外線投籃都應聲入網 上半場打完 個人獨得十三分 更帶動南山高中以三十七比二十六 占據領先 不過下半場開始 有人高中急起直追 靠著內外線連手進攻 追回二十一分 讓比數追到只剩個位數 甚至到決勝第四節 雙方比分差距只剩一分 戰況陷入膠著 不過最終南山高中靠著 陳靖玉軒罰球命中 打破僵局 中場前十八秒再靠著林奇一顆擦板進球 幫助南山再添兩分 成功拿下最終勝利 以六十五比六十一獲得本屆HBO女子組冠軍獎盃 自己也高三了 就是也是最後一年 因為前兩年就自己也受傷 就是有開過島 所以一生就一次嘛 就是上去就拼啦 拼到底堅持到底 沒有沒有好保留的 我們經歷了很多痛苦 也很辛苦就這樣走過來 雖然沒有打很多 可是就是盡力幫學姐她們拿到冠軍 而這座冠軍獎盃是南山女籃亏為十九年的隊史第二冠 教練李陸貞賽後哽咽表示 每一位球員都是她心中的MVP 南山一路以來都是跌跌撞撞 因為小朋友延續昨天的氣勢跟團隊精神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拿下最後的勝利 南山女籃歷經風雨 自從八十八學年打下隊史第一冠之後解散 直到一百零四學年女籃重新起步 相隔十多年靠著教練與團隊努力 今年終於開花結果 光榮雙下本屆冠軍 原始新聞JSM 買無流台北市採訪報導 霸華